哈囉大家好我是嘉儀 歡迎加入鞋槓人生 今天又要跟著大隻還有一八帶大家來看鞋囉 先看今天前面這兩雙鞋 我跟你說你今天可以看到真的是 你的幸運 因為呢我們拿到之前 我們在抽這個鞋之前 我們早就已經拿到了 我們要介紹的是拿兩雙鞋的大隻 就是現在桌上看 桌上看了Coby的四代跟Coby的八帶 是 叫什麼名字 Coby4不抽霹靂2024 哎呦英文好 真好 跟你剛剛還寫在手上 那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你在 哼哼英文還不錯 你剛剛是講哪一個 Billy是不是 對 然後這就是Coby八帶的那個V-Speech 就是 V-Speech 文斯海 文斯海 威尼斯海灘 威尼斯海灘 哎呀 英文真的好 沒有 就是剛好也是手上也是 好啦 不玩了不玩了 我們先來講Billy好了 Billy這雙鞋 其實Coby來講應該是18比較厲害 Coby是就是那時候就是那時候 我的主打就是講低筒革命嘛 他說就是以前大家打籃球 就說我要穿高筒 跑步小孩 跑步小孩 但是我們Coby就是比較 比較有一天他自己的想法 他就跟設計講說說 哎 那如果說像我們腳好運用 都像網球都穿低筒 對 爬球也穿低筒 對 也這樣 為什麼只有籃球就要穿高筒 他就把這個問題丟去給 Nike他們的設計團隊 然後動動心動之後就跑出了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推出這雙鞋子 就是講低筒革命 籃球弦的低筒革命 哦 所以他掀起了這個熱潮 那我想問你這雙鞋的設計啊 我來問哦 這鞋底裡有寫了一個082378 好 其實這個就是Coby的生日 因為他1978年823號出生 哇 所以他其實裡面有很多細節 是可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譬如說像這邊有他的背號24號 然後有星星 有這個藍有這個白有這個紅 每一個細節代表意義是什麼 大自然就把他講 其實這個這個這個藍白 第一個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 剛出的時候大家會想要是中號隊配車 再早前 最早前 然後後來 這麼膚淺 那其實這個就是費城最重要的指標配車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 再來就是我覺得有一個點 就是那個當時費城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鐘 自由鐘 對 然後他這個 他這個鐘他上面有個裂痕 他其實有點仿那種概念的鞋底去做這個這個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費城也是很強調這種清新的概念 像現在 721隊的那個球衣啊 或什麼 他們自己的 流星 對 都有一些流星的概念 所以這個其實 那他的鞋帶呢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鞋帶就還好對不對 對 鞋帶就是比較搭配這個配色去做一個一個呈現 那我覺得 整體來講 因為 Kobe 之前是費城的人嘛 然後 所以 他出生地 對 所以他才會用這個鞋子 所以不要再胡來說 這是他高中 他高中是Roy Murray 他高中沒有再費城過 對 好 那另外以這一雙Filly這雙鞋來說 他的底 然後是 什麼樣類型的鞋 然後穿起來的舒適度之類 比較類似乃的 我比較老實說 但是因為我比較大隻 所以我沒有比較穿 比較少穿低童去打球 所以 我會比較不太 不太好亂說啦 我有穿然後穿Kobe 是 對 你看我就知道 四五六八 七太爛 所以 以後我們也不用介紹 四五 四五六八 對 好 那這雙多少 價格嗎 對 這很 我們每次最後都會問這幾個 定價是六千 六千 定價 那現在外面的話 以 看成算 對 以中碼 所謂的中碼 就可能8號到10號 這種的 大概大概1萬左右 大一點的大概1萬2左右 好 那除了這一雙以外呢 我們下一個要介紹的是Kobe吧 是來介紹一下 好 他的配色細節 以及這雙鞋適合什麼樣的場合來穿 好 Kobe吧的話 這是那個 Mess Beach 就是瘟尼斯海灘 那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款式的顏色 現在有一個傳聞叫什麼 番茄 炒蛋 對 但是番茄炒蛋其實是 真的滿像的耶 對 但是番茄炒蛋其實是另外一個顏色啦 但是 所以我們這個還是會加到 威尼斯海灘比較高的 對啊 而且這個綠也綠得很漂亮 對 那他有哪些細節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細節喔 其實基本上來講 細節其實老實講我不太知道 沒事 炒鞋就收了好看 但是 但是 它應該是用 以瘟尼斯海灘的概念去做整個樣子的一個 一個 那個呈現 所以它會呈現出那種海灘的感覺去做一個 一個效果 然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這次是用到薄的鞋舌 因為中間有一段有段時間復刻它是用厚鞋舌 這是比較不好的 不是不好就是大家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大家是習慣這種保鞋舌 所以這次是終於有保鞋舌的出現 所以是大家也可以比較注意的 那一般的部分的這一雙鞋 因為它就像普通概念 大致講 大致講這很好的鞋舌 但是因為它那個 它就是又把那個 那個鞋墊伸起 又變更厚 所以如果它又把改後鞋舌之後 其實是 所以如果你腳 有點像那個 如果董方人有些 腳底板比較厚的人就很痛 所以你看這個其實我覺得很痛 真的很厚耶 超厚的 可是這樣穿就會有一點緊 可是有些人打球是不是喜歡穿比較厚 除了包覆性之外 就是我喜歡它的反應性 反應性 它這個現在的那個 算是LUNA的進階 現在這個材質叫什麼 沒錯 React LUNA 是React LUNA嗎 反正以前叫LUNA 但是LUNA有趣的就是你越踩它會越扁 它會不會去 它會不會去 但是現在的這個新材質之後 它就是你回彈性比較好 然後而且不會就是踩就陷下去 對 那蠻需要 這個應該是React LUNA 打球的衝撞度 React LUNA 對 React LUNA 好那我想問喔 兩位都很喜歡Coby的鞋 那兩雙有沒有機會 在外援以下入手 應該有機會啊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現在來講 以Coby老婆 今年的 就大嫂今年的那個 賺錢的方式 不是 為大家好的方式 以大嫂今年 對於 會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拿到Coby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相信今年 應該會陸陸續續的 一直一直不斷的出Coby的鞋 好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Coby的鞋子會推陳出行 那到底哪一雙鞋的Coby鞋 還值得大家所收藏呢 那我們就下一集的鞋槓人神 再見囉 拜拜 我們AERA02在4月13號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個 筆記筆記 就會有一個叫 超速艙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你 只要今天下單 最快的影片就會到 感謝AERA02提供這麼棒的服務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棒的服務 是對韓斯瑞的展示鞋 沒錯 而且我們接下來在4月13號開始 也會有一個線下的驗證活動 就是 你只要任何選擇 你只要一個想要驗的 那就是上 可是我一起來味道不太對的 等上有登記 我們就一起幫你做驗證